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刚刚小女孩想喝 但妈妈却因为一些原因没给她买 想不想喝汽水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成功完成了任务 不料却还是发生了意外 杯口的毒性不够对方居然没死 可想再动手已经没机会了 鬼子对山下武夫加强了保护 而身为顶级特工的左双桃 很快就想到了应对之法 既然现在山下深受剧毒 那保镖肯定会通知76号接应 所以在下火车的时候 是他们最后的刺杀机会 而左双桃的猜测也果然没有错 而此时另一边的火车已经到站 可在双桃即将被抓的那一刻 男主黑仔出现在了火车站 安人趁着与上级交谈之时 假装说他办公室里特别昏暗 然后好心地帮他拉开窗帘 接着等到上级分神的瞬间 就偷偷打开窗户上的插销 一切做好之后他迅速回到办公室 将私藏的听诊器揣进怀里之后 他就谨慎地翻出窗外 沿着墙壁爬回上级的办公室 可当他带上听诊器准备破译保险柜时 门外突然传来靠近的脚步声 紧接着就有人打开了房门 黑仔见状迅速躲在窗帘后面 可下一秒他却傻眼了 本以为是上级折返了回来 没想到居然是上级夫人 在与别人撕毁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赵安赌长大全 我一定帮你娶回家 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他不配当你的男人 听到他们说的之后 黑仔慌张的情绪稍稍安定了一些 可下一秒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此来偷情报的目的 刚好与山下武夫有关 所以等赵安他们离开之后 黑仔就迅速破译保险规密码 将想要的情报拍下来后 再想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 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出肩了 但山下突遭意外 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 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 怎么办 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 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在此时有个女人与他擦肩而过 他们二人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 都停下步伐回头看向对方 原来女人是黑仔的前女友 就在他们四目相对之时 陈嘉平 哎呦赵队长 哥儿几个都在呢 你在这干嘛呢 接着就有了刚刚的一幕 左双桃脱掉外套改变样貌之后 刚好与黑仔擦肩而过 而当时的黑仔也正要离开火车站 所以他们才配合演了一场戏 可就在他们要分道扬镳时 赵安却又突然追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就要将他们带回76号 说怀疑左双桃是军统的特务 黑仔听后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女人在陪着男友逛街市 假装不小心崴到脚蹲在地上 然后在站起来的那一刻 火车票 等下他一场 你想带我回去 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证据 回去一审就有证据 接着赵安不再跟黑仔废话 直接让手下将他们带回去 而为了防止他们创工 赵安将他们分开进行审讯 原来刚刚火车站发生枪击案 一名鬼子大左身受重伤 而黑仔跟左双桃刚好出现在现场 虽然他们的说辞完美无瑕 但赵安就是怀疑他们有问题 而主要针对的还是左双桃 因为黑仔这个人平时老实巴交的 在76号也只是一个文质工作 但左双桃就不一样了 她是一个生面孔 不仅出现在火车站里 还自称是黑仔从武汉过来的女友 可赵安从未听说过黑仔有女友 于是他就先从身份开始入手 可最终问了大半天 黑仔他们两个的口供居然没有出入 因为左双桃的确是黑仔的女友 只不过是前女友而已 原来黑仔是潜伏的地下党 而左双桃是军统的特工 他们俩今天都在火车站执行任务 而在被追杀的时候他们偶运 所以就假扮成了情侣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不是泰河商行吗 那肯定做买卖呗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说过 上海护西区吉斯菲尔路 26号 你们怎么联络啊 打电话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 说 这我不知道 都是他打给我的 他的电话 658333转197 记记记记 左小姐 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没错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接着不等左双桃答应 小特务立刻上去 见赵安在把包包还给他之前 偷偷将一张大头贴塞进了口袋里 既然 小姐你别急 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接着只见赵安去到隔壁的审讯室 然后让左双桃通过窗户观察 坐着的女人是他们76号的人员 而且也是黑仔的爱慕者 他说了一些与黑仔的甜蜜往事 左双桃听后整个人瞬间气着 人家 那左双桃都认了 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 恰巧在火车上被你喷上了 你非得要求他 说你去接待他 让他配合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说 我告诉你 我去火车站就是结婚名 他就是来上海找我的 我今天这么说 他也这么说 因为这就是事实 一切都是赵安的阴谋罢了 可就在他们要被释放时 却又突然发生了意外 你说 我是怕 我们是一会儿的 当录音机停下的那一瞬间 左双桃还是没缓过来 难道刚开局就要死了吗 而就在赵安给他们定罪时 陈家平却伸出手阻止了他 说想再听一边录音 而且还要求自己来操作 赵安以为陈家平只是不甘心而已 所以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接着陈家平就打开录音机 在打消特务的怀疑之后 而他跟左双桃也并不是夫妻 是由于之前的种种原因 他们才不得以假扮夫妻演戏给特务看 而此时的陈家平绝对想不到 前女友左双桃是潜伏的军统特工 等他前脚刚离开酒店房间 左双桃也开始了他的行动 而更令陈家平意料不到的是 他跟左双桃今晚的目的居然是一样的 只见左双桃早他一步来到医院 藏在拉死人的担架车下面 等医生关灯离开之后 左双桃就立刻钻出来查看登记册 很快就找到了他想找的人 但在 三连七号病床的病人去世 女人偷偷潜入太平间偷东西时 恰巧遇到医生来送病人的尸体 她只好躲进冰柜内藏身 可外面打开的锁扣 却还是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就当医生要打开查看时 女人立刻做出反击的准备 可下一秒她却傻眼 桂门也只是有轻微的晃动 并无法从里面直接推开 她知道再这样下去只能等死 此时她的手指已经被动得僵硬 脸色和嘴唇也渐渐变得惨白 她本想用哈气来暖暖手 不料呼出来的气体并没有多少温度 就在她的身体与精神 都遭受巨大的压力和摧残时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女人刚刚明明听到 来送尸体的医生已经离开了 可太平间里为什么还有人呢 难不成是鬼吗 原来她刚刚不慎将发卡掉在外面之后 紧接着就有人来到了太平间 对方好像也是来找东西了 就在她挨个打开冰柜查看尸体时 偶然发现了地上掉落的发卡 于是她就立刻掏出手枪上膛 然后缓缓向十一号冰柜走去 下一秒就有人拿钥匙开门 陈家磕的尸体 原来陈家平刚刚挂在了墙壁外 等特务在网上看的时候 陈家平早就回到楼里逃走 那怎么办 人假装来特务机关给男友送药时 却偶然在门外听到一个消息 公室 她就立刻悄悄地跟上去 直至来到特务头子的办公室外 正当她想贴在门上偷听时 包接着左双袍走进四楼的卫生间 她本以为成功躲过了一截 可当打开包包要拿纸巾的时候 她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 心脏也在此时停顿了两秒 接着只见她急忙敲响男友的房门 进去之后整个人还是很惶恐 像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一样 出什么事了吗 我写的信不见了 信不见了 你放在哪儿了 包里一共十二放 人家怀疑二人的身份 于是陈家平立刻动脑开始想办法 信上的是习写了吗 我的 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 只有一个解释 你亲自要过去的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就在陈家平要想一个合理的理由时 肯定是被人趁机掉包了 那这个掉包的人会是谁呢 接着在大马哨懊悔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吵闹的声音 虽然他们演戏骗过了所有人 但信件到底是被谁掉包了呢 下一秒左双桃就找到了答案 女人在去执行秘密任务时 偶然在口袋里摸到一张小纸条 当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 她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于是她果断放弃今天的任务 立刻赶往纸条上写的地址 因为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 她跟男友都会有生命危险 可等看到对方的那一刻 左双桃的心中不免多了几分疑虑 来人居然是男友的手下 她知道对方有自己的把柄 于是就心平气和地坐下 而对方开出的条件才是最恐怖的 她要求左双桃必须每天跟自己约会 要不然就告发她的事情 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 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 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感知出来的 你跟陈家平干的就不是什么情侣人 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 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 不过这都没关系 这封信在我的手里 你应该感到庆幸 毕竟我喜欢你啊 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也许现在不会 但未来会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她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 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左双桃听后没有再说什么 但情绪已经稍稍安定了一些 既然高放喜欢自己 那在撕破脸之前 他肯定不会把信交给特务头子 好无奈陪她把咖啡喝完 接着她回到酒店正想办法时 服务员突然过来说有人找她 接着陈家平就傻眼了 包间里面坐得满满当当 全都是他们76号的人员 当她以为只是聚餐而已时 殊不知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们暂时还不想结婚 左双桃也站起来打圆场 当初他们之所以假扮情侣 就是为了逃脱76号的追查 最近正准备找个理由分手 于是左双桃就说陈家平要钱没钱 就连求婚也没有 自己当然不会嫁给她 而这却让赵安逮住了机会 赶紧篡动几人让陈家平现场求婚 殊不知真正的大菜才刚刚上桌 姨父跟鬼子牧村居然也是来催婚的 这下他们不结也得结了 要不然必然会引起所有人的怀疑 而陈家平为了逃避结婚这个问题 直接喝了很多酒假装醉倒在地 但这也只是缓冰之计 人每次遇到天大的麻烦 都会穿上一条性感的黑丝袜 然后画上精致的妆容 接着在大腿跟暗藏一把鼻声 一切做好之后她来到一个男人家中 假装说今晚自己有些寂寞 所以来找她进到家里做 却给女人制造了下手的机会 一个人住 对 一个人住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没有 我没什么朋友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左双桃不再犹豫 抽出暗藏的匕首握在手心 趁着高放聚精会神的泡咖啡时 她就敲摸尖地靠近 可举起来却愣住了 在高放家的柜子里面 居然放着一台电台发泡机 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是电台上面的编码 当看到完整的编码之后 左双桃瞬间联想到了上级 迅速坐在沙发上进行遮挡 她之所以想要除掉高放 是因为高放手中有她的把柄 但现在看完事情有了转机 于是她就指出柜子里的电台 那是报废的 没用了 但你把它修好了 你不仅修好了 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 对吧 我没有 你的这台编号45A3-8 是从军统缴获的 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 造成电键异常磨损 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 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 发出来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懂这些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高放听后无奈承认 电报的确是她发出去的 而电台是他们76号执行任务时 她偶然在军统联络站发现的 由于当时电台处于报废状态 所以她就偷偷带回家修理好 而向军统发报也纯属为了好玩而已 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 等 你是军统的人 陈嘉宾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 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 所以才能拿到这份迷电 我就是想玩啊 我相信 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你想怎么样 做个交易 把信还我 回头 我把密信给你 我会离开的 不过不是现在 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 至少 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高放一听开心的微笑 而左双桃也终于放宽了心 自己的直觉果然没有错 这个高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先因为种种原因 他跟陈嘉锦爱情圆满 还能继续在76号潜伏下去 可就在陈嘉锦要求婚时 却发生了意外 男人刚到单位时偶然发现 韦子大佐居然来到了特工总部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着急 于是他立刻抱起一个大箱子 偷偷进到楼顶的仓库里 将大铁门反锁住之后 他迅速拆掉通风管道的护栏 陈嘉锦见状加快速度 很快就来到了特务头子的办公室上 通过护栏刚好可以看到下面 韦子他们两个正在探讨着什么 药品 药品稍稍能好一些 所以这么一大品自信 沐村听后满意地离开 而陈嘉锦也听出了问题的关键 那就是赵安手里的秘密计划 而赵安送走沐村之后 正准备关门的时候 突然在地上发现一根螺丝钉 刚刚还一脸阴沉的赵安 此时却也陈嘉锦带着左双桃回家 他之所以故意整求婚一事 并不是知道赵安发现了自己 而是他跟左双桃是假扮的情侣 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不得不假戏斟作 要不然就会被赵安怀疑 还可能会导致他的卧底身份暴露 但陈嘉锦绝对想不到 左双桃其实是军统的特工 所以等他去厨房做饭之后 左双桃就在房间里不停地翻找 因为他觉得陈嘉锦的身份也不简单 干嘛呢 啊 吃辣吗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我看你家够旧的 这墙都有味儿了 该替爹墙止了 好 回头你选 等吃过饭后 左双桃立刻离开陈嘉锦家 因为他们刚刚定了结婚日期 而他之所以答应结婚 是想在婚礼上除掉山下五夫 然后立刻消失回到军统 而陈嘉锦也没有闲着 他要拿到赵安手里的绝密计划 男人趁着周围无人之时 偷偷对一辆汽车做了手脚 下一秒特务头子刚好坐车出去 可等车子开到法租界附近的时候 发动机舱突然冒出滚滚浓烟 小弟见状立刻打开查看 而特务头子则时刻关注着手表 因为他有非常紧急的事情 等小弟将车子修好之后 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于是他就临时改变路线 准备冒险横穿法租界过去 可下一秒他却傻眼了 居然有巡捕在这里排查 而且还只针对小汽车 看长 赵队长 缘分呢 太有缘分了 不好意思啊 例行公事 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借个刀 谢了探长 走 等会儿 没有通行证 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 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 图谋不轨 来人 把他们带下来 松身 赵安听后直接傻眼 无奈下来配合进行检查 当发现他们带着枪和刀子之后 探长立刻假装很是惊讶 说最近租界总是发生命案 所以必须要带他们回警局登记 赵安本想卖给他一个面子 毕竟他可是76号的特务头子 只要出了租界就是他的地盘 但探长并不给他面子 二话不说直接带回警局 好像就是故意要针对他们 赵队长 你的包 你们都是私人信件 我拿着就好 我们这儿 可比银行安全多了 放心吧 快点吧 来 带二位先生 去家 两位走 看好了 等赵安他们被带走之后 刘成就支开办公室的警员 迅速拿出赵安包里的绝密文件 然后交给在隔壁等待的陈家平 原来这是他们设计的局 可下一秒陈家平却傻眼了 绝密文件居然是用蜜蜡封商 需要多少长时间 脱膜 龙化 还少在冷却 四五十分钟吗 我顶多成三十分钟 尽快了 既然如此 陈家平立刻开着 原来文件代理是鬼子的绝密计划 而就在他紧张的进行时 刘成拿着通行证找到赵安 说让他签字 然后盖个章就可以走了 但他却故意没有带银 而赵安的笔刚刚被收走了 于是他就假装出去帮他们找笔 等笔没有问题之后 小滴又突然发现 他们签的并不是通行证 而是法租界的赞助证 刘成见状则假装成是拿错了 然后再出去帮他们拿通行证 行了吗 行了是吗 等一下 是不是行 行了 别跟我说话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你是不是收走了 对啊 赵队长 你提醒我了 赵队长 你们如果带枪的话 你们还要再填一个 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 赵队长 你是不是说行啊 赵队长 等一下 等一下 接着刘成又推门进来 说盖章的李科长不在 让他们再稍微等几分钟 而赵安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也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之前在执行任务时 他发现了寻补房警长的一个把柄 怎么样了 阿尚了 摁不住了 摁不住了 再等冷却了 几分钟吧 你这是法库队 你都不知道赵队长 赵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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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罗门警长 我是太婆商行的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知道你 你向我买过两根鸦片膏 这个人携带武器 扇上租借 我就给他办手续了 把门关上 刘成听后无奈离开办公室 下一秒赵安他们就出来了 洋人警长命他马上归还赵安的物品 以及派人将他们送出租借 而赵安已经等不及了 他总觉得这其中有猫腻 于是立刻向存放包包的房间走去 刘成见状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这下看来真要完蛋了 刘成听后如释重负 这种感觉彼此都难受 原来就在他们进来的前几秒 陈家平假扮寻补进到了这里 此时他还在里面藏着呢 接着他立刻赶到婚礼现场 要制造出不在场的证据 原来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 当他以为危险解除了时 殊不知新娘子左双头 今天也要利用婚礼现场 杀了鬼子大左山下武夫 而这却会让陈家平差点丧命 男人假装不小心故意被特务抓到 然后在受刑的时候 他又故意甩出脖子上的项链 而这刚好被特务头子发现了 于是他直接拽下来查看 当看到上面刻印的数字之后 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但就是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 而男人见特务头子已经上钩 于是就装作项链对他很重要的样子 说让他赶紧还给自己 而这却让赵安更加坚信 自己肯定在哪里见过这三个数字 我让你还给我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钱上面 有这数字 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这是什么意思 包括深夜大佐 我在审讯左双头当天 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 就是9月17日 你是说这是左双头的生日 正是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 誓死不中 左双头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的吗 你说 如果让阿坤 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 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你觉得阿坤 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接着赵安带着阿坤 来到左双头的婚礼现场 当他以为这次胜券在我 一定能抓到左双头的把柄时 殊不知好戏才刚刚开始 很快陈家平和左双头的婚礼就开始了 等看到他们接吻的那一刻 阿坤的情绪瞬间变得激动 然后在赵安的一顿挑唆之下 他就说要交代一切 但前提是要见山下武夫 要不然打死他都不会说 赵安无奈将山下给请了过来 殊不知这才是阿坤真正的目的 但现在山下就站在自己面前 阿坤却不着急动手 只见他不断地望向窗外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而在这期间之内 他还不停地向山下提条件 以此来分散山下的注意力 直至外面烟花响起的那一刻 他终于缓缓站起了身 原来这一切都是左双桃设计的 他本以为阿坤可以成功干干山下 不料后面却发生了意外 导致丈夫陈家平差点惨死 而他的卧底身份也岌岌可危 就在所有人都在欢呼时 殊不知对面的阁楼里面正在拼杀 而很快阿坤就占据了上风 直接一刀扎在山下的胸口上 左双桃剑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就假装说要去上厕所 然后偷偷来到楼顶 刚好看到赵安在门口守着呢 而且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动静 于是就准备推门进去 左双桃剑撞之道大事不妙 当他想上去干掉赵安的那一刻 阿坤突然抱着山下冲了出来 刚好撞倒了在门外的赵安 你 山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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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山下先生 山下先生 沙队长 沙队长 山下 大佐 山下 沙队长 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遇死了 大佐 也在劫南投 而等他离开的那一刻 左双桃迅速揪下山下衣服上的一颗扣子 因为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殊不知他这一系列的举动 却被一个男子看到 有人偷偷揪掉死人衣服上的扭扣 然后迅速藏在脚边的地毯下面 殊不知他这一系列的举动 都被一个男子看在了眼里 下一秒大批的鬼子赶到这里 带头的一眼就看到扭扣不见了 这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于是立刻下令去追杀刺客 紧接着他将目光锁定在女人身上 左小套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就上洗手间 闹到的枪声 还有人的呼喊声 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人的枪声 你不会害怕 还会过来 这是我的婚礼 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 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 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 还是冲过来把他给杀了 不是老板 这可能是梦会 封锁现场 你一个人不能走 等鬼子离开之后 就有人拿走了地毯下的纽扣 这个人会是左双桃吗 接着所有人被召集到院子 还有刚刚出现的神秘男子 纽扣会是被他拿走的吗 既然他看到是左双桃 将纽扣藏了起来 那他为什么不告发左双桃呢 所有人都不许动 谁动 我打死谁 刚才山下大座 丢失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物件 你们每个人 都有现余 受 你们还要脱衣服吗 我真的想脱衣服 枪声一响 所有人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而木村再次将目光锁定在左双桃身上 因为当时山下被刺杀之后 左双桃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而且当时还没有其他人 所以大概率是他拿走了纽扣 接着木村又发现一个细节 那就是此时左双桃的双手 然后已经被鲜血染红 但他还是紧握住不放 纽扣很有可能就在他手中 于是就命令他将手张开 而左双桃可是潜伏的特工 这点防范衣室他还是有的 就算是他又拿走了纽扣 此时也不会将其握在手心里 什么都没有啊 涛衣服 陆崇尚冠 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双桃身上 您看作为自己人 您能不能给通了通了 今天我跟左双桃 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孝努 加表 加表 你们这么出手 涛衣服 出手 还好就在此时左双桃的衣服站了出来 他跟鬼子有密切的生意往来 就连日军司令都对他客客气气 但于善仁也看出了今天的情况 很显然鬼子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于是就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让牧村派女副官到房间里去搜查左双桃 这样也不会伤了和气 考虑到于善仁的社会地位 牧村就答应了这个办法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收到 牧村无奈释放了所有人 那扭扣到底是被谁拿走了呢 里面又究竟隐藏着什么 会让牧村如此的紧张愤怒 而被击中的陈家平并没有死 子弹只是打在了右肩之上 不说道 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不仅把好朋友拿到手的密信都丢了 还扇索住着继续潜伏 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 我觉得肯定是被山行里面的人拿走的 所以我才继续潜伏 我肯定能找回来 什么都是你觉得 罗冠群 让我三天后去山行上班 再加上我一副余善仁这层关系 我有把握立足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继续留在上海 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我没有 别叫别 原来左双桃藏在地毯下的纽扣 当时并不是被他自己拿走了 虽然上级很是气愤 但既然还没有拿到纽扣里的密信 只能让左双桃继续回去潜伏 那纽扣到底是被谁拿走了呢 现在看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当时发现左双桃的那名男子 等到左双桃去76号上班时 那个神秘男子就找到了他 原来对方居然是暗恋他的高仿 昨天他在婚礼现场 看到左双桃要去上厕所 所以就悄悄跟了上去 因为他非常喜欢左双桃 第二天他就约左双桃在公园里见面 说那枚纽扣是被他拿走了 左双桃听后震惊地说不出话 而震惊地不止于此 就连鬼子都破译不了纽扣里的秘密 但高放却给破译出来了 紫月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谈谈你的条件吧 很简单 跟陈嘉平离婚 不可能 如果我跟陈嘉平离婚的话 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军的怀疑 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就算暂时不离婚 我们可以偷偷地约会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 东西就在你手上 明天下午两点 侠非路上的金卡咖啡馆 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 在哪里盗你 此时的高放还不知道 他将会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而更糟糕的是 他们的对话刚巧被陈淑云听到了 女人偷偷揪掉死人身上的衣扣 然后快速藏在地毯下面 可他绝对想不到 此时身后居然出现一名男子 目睹了他所做的遗弃 所以等他离开现场之后 男子就偷偷取走地毯下的扭扣 等女人再回来拿石直接傻眼 上级得知这件事后大为证明 因为依扣里有极其重要的东西 当女人正义筹莫展时 那个男子居然主动找到了他 说依扣就在他的手中 而且他还将上面的密文破译了出来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谈谈你的条件吧 很简单 跟陈嘉平离婚 不可能 如果我跟陈嘉平离婚的话 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军的怀疑 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就算暂时不离婚 我们可以偷偷地约会 原来男人是左双桃的爱慕者 他只是想以此来作为要挟 让左双桃跟他谈恋爱 既然得知了高放真正的目的 左双桃立刻有了主意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 东西就在你手上 明天下午两点 下飞路上的亲卡开废馆 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 在哪里到你 此时的左双桃绝对想不到 他跟高放之间的对话 恰巧被特务头子的情人听到了 所以下一秒 特务头子就得知了这件事 你有没有听到 高放是拿什么东西 要挟左双桃 当时地上 不知道从哪钻穿了一条蛇 我吓都吓死了 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 我就没听清了 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第二天赵安就赶到咖啡馆附近 此时他已经兴奋地无语言表 因为左双桃揪掉的那枚衣口 是一个鬼子大左身上 当时他们就怀疑是左双桃杆 但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今天只要抓住他和高放交换 那赵安以后绝对飞黄腾达 而此时还不知情的左双桃 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既然如此上级立刻做出决断 那就是除掉高放拿回密信 要不然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暴露 但左双桃却犹豫了 因为他非常了解高放这个人 他只是单纯地喜欢自己 而且还特别地生气 就算自己让他现在去死 他应该都不会犹豫一秒 所以左双桃并不想这么做 而上级看出了他的顾虑 记住了吗 嗯 重复一遍 琴卡咖啡馆以高放见面号 先确认手上密信 然后四季在咖啡里面下 这个药啊 不用后五分钟见效 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你只需要等待毒发 送他去往医院即可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放约会 你也不会有杀人心理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 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 结果呢 害死了阿坤 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 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又想美抗命令是吧 左双桃见状无奈拿起毒药 但上级还是不放心他 于是就说等下他也会去咖啡馆 如果发生意外他进行毒枪 其实是为了监视左双桃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咖啡馆里 由于高放座的是靠窗的位置 所以赵安刚好可以看到他们 这下令他更兴奋了 由于纽扣的丢失 昨天牧村差点把他给递了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拿回密信 密信呆了吗 现在你想想吧 哥 那张纸是不是密信啊 我根本就上面的内容 但我觉得是 要不要专人 急什么 跑不了 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的 既然已经确定密信没有问题 上级就示意左双桃动手 而就在此时高放给他讲一个故事 说之前他有一个深爱的初恋 一直都喜欢喝这家的咖啡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他死了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在作骨回转时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 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 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 你喜欢我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 是 你们是很像 听到高放的一番话之后 左双桃就更下不去手了 但上级的眼神犹如一板利剑 那他最终会对高放下毒手吗 人在大街上无意间发现 妻子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嘛 于是他就立刻偷偷跟上去 只为了不被发现 他快速离开现场 可刚回到76号的那一刻 卢芳芳却神神秘秘地找到他 今天上午 赵峰公园 你媳妇 高放在一起约会呢 赵叔云他亲眼看见的 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 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 还牵我媳妇手 他也没反抗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是啊我就不知道了 赵叔云就和我说了这些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陈家平表面上假装很是生气 实则脑中已经开始思索了 既然是赵叔云看到的 那特务头子肯定也知道了这件事 再结合妻子是军统人员的这一点 陈家平由此做出推断 妻子跟高放在公园里约会 肯定有什么目的 而他们说要杀了某个人 指的会不会就是包放的 想到这里陈家平心里一发不可收拾 一种不好的预感也涌上他的心头 自己的猜测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妻子是刚到76号工作 之前压根就不认识高放 更不可能有什么事被高放给偷走了 所以妻子才假装跟他约会 实则是想杀人灭口拿回密信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 东西就在你手上 明天下午两点 侠非路上的亲卡咖啡馆 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 在那里等你 我终于 到这里陈家平立刻赶到咖啡馆外 妻子左双桃和高放果然在这里 而得知消息的特务头子赵安 此时也已经在外面埋伏了 因为高放手中的密信 是左双桃从鬼子那里偷来的 所以日本人最近一直在调查此事 接着高放拿出那封密信给左双桃看 哥 那张纸是不是密信啊 我赶不清上面的内容 但我觉得 是 要不要专人 急什么 好无聊 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高放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死去的女友跟左双桃长得非常像 所以他想用密信来作为要挟 让左双桃以后跟他约会 等听完高放的故事之后 左双桃的心却瞬间软了下来 但不远处上级犀利的眼神 使得他不得不对高放下手 所以为了平复一下心情 左双桃就假装去上厕所 哥 抓不抓人 我们在等什么 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 左双桃就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吗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 一定杀人灭口啊 所以不急 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这个药啊 服用后五分钟见效 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看着手里上级给的毒药 左双桃在厕所里陷入了深思 高放只不过是喜欢自己才这么做的 他根本不会向赵安告发自己 可就算自己不对高放下 等下上级也会站出来补枪 所以他就从厕所走了出来 假装说这家的美式咖啡太快 然后就要往里面放糖 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个 你刚才看见了我 昨天要到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 好像应该是糖冠 除了糖冠 还有什么 女人偷偷拿出毒药窝在手心 然后再帮男人往咖啡里加糖筷时 顺势将毒药倒在咖啡杯里 等男人喝下去的那一刻 女人立刻翻看手表开始计时 毒药发作的时间是五分钟 可她不仅没有得手后的喜悦 反倒是变得忧心冲冲起来 眼神还不断地向斜对面看去 此时那里正坐着一个神秘人 而她这不自然的神态 恰巧被男人捕捉到了 这个药啊 服用后五分钟见效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 高芳仍没有毒法 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 高芳还是难逃一死 原来左双桃把毒药换成了自来水 现在想要救高芳的话 就必须在五分钟内 让她离开咖啡馆 要不然刘武昌必然会出手补枪 于是她就假装说想去逛街 高芳听后直接找服务员买单 可就在要走出门口的时候 高芳却又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静止向墙边的鲜花走去 左双桃见状心里顿时大惊 因为从高芳喝下咖啡到现在 此时已经过去了六分钟 刘武昌剑毒药迟迟没有发作 而且他们还要离开咖啡馆 于是立刻站起身就要补枪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干掉高芳 他们要走了 抓人 当赵安拿走高芳口袋里的信之后 左双桃直接傻在了当场 因为刘武昌之所以要杀了高芳 就是想拿回这封神秘的信旨 接着赵安立刻打开查看 可当小弟念出上面的内容之后 赵安却惊得瞪大了眼睛 他本以为里面是重要情报 不料却是高芳写给左双桃的情书 而震惊的不只是他 左双桃和高芳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高芳口袋里的信之 明明是军统发来的密信 可现在怎么变成情书了呢 就在他们疑惑不解之时 却忽略了站在一旁的陈家平 因为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陈家平偶然发现了 妻子是军统特工的身份 而且也得知刘武昌要杀了高芳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密信是在高芳手中 左双桃则借颇下驴 假装说他跟高芳曾经好过一段时间 信也的确是高芳写给自己的情书 今天只是单纯地出来跟他喝咖啡 陈家平见妻子已经上到 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巴掌 只不过他跟左双桃一个是国一个是共 当陈家平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时 殊不知寒露那边却又出事了 而且还跟76号有关 有人刚推开家门就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他就假装用座机打电话 拿小本子记录下对方说的地址后 再故意将小本子丢 接着他捡起小本子要离开时 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即使这样寒露还不承认 是直接让小弟召集人手 因为扶絮路上本就没多少房子 只要挨个排查肯定能找到江赵国 可最终找了一整夜却一无所获 这让赵安彻底失去了耐心 于是就立刻找到寒露 让手下 我关照好寒露小姐 赵安一听知道完蛋了 虽然他抓寒露是受鬼子牧村指派 但现在没有抓到江赵国 手上就没有寒露通敌的证据 且还来得如此迅速 赵安明白肯定有人在捣滚 接着他们走出76号的牢房 而此时关键人物陈家平出现了 他假装来到楼下拿今天的杂志 假装自己是寒露的影迷 所以想让他帮忙签个名 可就在这个气氛紧张的时刻 寒露就跟着那天离开了76号 一会来我办公室找我 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 这两个人是谁啊 赵安之所以逼宫寒露 也跟这事有关系 这陈家平回到办公室 现在要做的事先找到江赵国 才能知道日本人的真正目 可就在他翻看地图 找亚尔培路72号 人偷偷进到浴室反锁住房门 然后迅速摘掉墙上的镜子 取出里面隐藏的武器弹药 放进去竟然也偷偷进到厨房 打开隐藏在调料柜内的暗格 里面放着的同样也是武器弹药 而他们夫妻绝对想不到 下一秒他们居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都拿着望远镜看向对面 等确定行动方位之后 妻子率先爬到对面的楼顶之上 熟练地组装好一根小镜子之后 就偷偷伸到下面开始偷窥 而此时的丈夫却来到一家服装店内 买了一身很板正的中山装 然后又进到一家奢侈品店里 直接要了一根最贵的口红 一切做好之后 男人同样爬到楼顶上面 只不过与妻子的位置恰恰相反 现在大家肯定特别疑惑 陈家平为什么一定要买衣服和口红呢 这个问题大家马上就会知道了 只见左双桃还在另一边偷窥时 陈家平已经顺着柱子翻到了阳台上 然后偷偷进到别墅之内 破研住服务人员的时间 他就将煤气灶的管道堵住了 但服务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男人故意将烧好的热水倒掉 然后用铁丝勒紧煤气管道 使得火苗变得非常微小 接着他偷偷站在角落处 当服务员过来换水的时候 发现水壶里面没有热水 半程服务员进到会议室里 等帮日本人续上茶水之后 他就偷偷站在衣架旁边 快速取出口袋里的日记本 记住时候进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用刚刚的数字打开保险柜 可就在他用微型相机 对绝密情报进行拍照 客户居然赶到了这里 训时 就在他们翻进来的那一刻 女人同样趁机翻了出去 然后拿着守卫走到他们车前 当赵安要带人往里面冲时 阿宝刀 把车开过来 先把江司长带回去 队长 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 不是还有一辆吗 哥 我们伤害有兄女吗 他手里拿的啥 哥 他扔的是啥 证据 男人在查看政务时惊奇地发现 笔记本上好像有若隐若现的印子 于是他立刻拿来素描 迅速对着那个地方反向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紧接着立刻带手下包围那里 任务目标果然就在别墅之内 可最终经过激烈的枪战过后 还是让任务目标跑掉了 而此时还藏在楼上的陈家平 以为将赵国逃跑之后 赵安就会带着手下离开 可万万没想到 请别说 每一个房间 每个角度仔细地搜 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 你气馁 陈家平见状知道大事不妙 于是立刻躲在床底之下 紧接着小特务就搜到了这里 他本以为小特务会 后来看到赵安带人来 他还是笃定赵安不会检查口红 接着方红男走进审讯室 而陈家平之所以如此气定神闲 因为是方红男之前让他调查此事的 就算得到方红男肯定的回答 赵安还是不打算放过陈家平 因为这其中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疑点 是在压尔培路七 听到陈家平说的之后 二把刀也想起了这件事 当时在别墅里面 他的确看到了这家店的包装袋 既然如此方红男出面 赵安无奈只好释放了陈家平 原来他之所以让陈家平调查 是为了向鬼子邀功扳倒赵安 殊不知陈家平确实利用了这一点 窃取了江赵国保险柜里的绝密情报 当方红男以为这 所以赵安由此做出推断 陈家平可能把胶卷藏起来了 赵安听后立刻让他拉上窗帘 可最终口红里面啥也没有 赵安在即将被抓的前一秒集中生智 迅速将微型相机里的胶卷 偷偷藏在买给妻子的口红之内 下一秒他就被抓到76号 身上的所有物品全都被搜走了 以及那根买给妻子的口红 他一案发现场被手下翻了个底朝天 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于是他就故意释放陈家平 然后再案发地点社服 看陈家平会不会再回去拿 可一连蹲守了好几天 却就是不见陈家平的踪影 殊不知他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我手里拿着胶卷 但是我无处可到 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 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 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藏在房间里了 没有 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 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做监视 我还怎么进去呢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哟 还学会卖官子吧 原来只喝的 然后等他被释放的那一刻 他就假装邀请寒露吃饭 但现在却还有一个麻烦 当时虽然江兆博成功逃离 但他的两名手下被赵安抓了 于是陈家平南就想到了妻子张淑云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伯 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 你千万别信啊 我什么都有问题了 你就说有谣言 说 到底什么是谣言 是赵安那个出生比我的 他势力那么大 我怎么敢反抗 求求你 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江的事情吗 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你要问你自己 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第二天张淑云就找到赵安 假装说最近特别的想他 紧接着在他身上一顿乱摸 整个赵安直接浑身一颤 半个小时后张淑云就有重大发现 平时赵安都是带他去儒家 可这次去的却是红运宾馆 而且他离开之后 赵安却并没有走出红运宾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方红男立刻派手下秘密行动 下一秒红运宾馆就发生了枪战 而且当时赵安刚好不在 最终导致抓到的两人被劫走 由此赵安做出推断 第二伙人大概率是中共的人 因为76号潜伏着中共的卧底 而且极有可能就是陈嘉平 毕竟他之前参与了此事 第二天赵安就立刻想牧村汇报 接着他们就开始审讯陈嘉平 男人每次执行秘密任务之前 都会到奢侈品店买一根口红 可这次他却不慎留下了破绽 还签特务头子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却直接说他就是潜伏在76号的卧底 其原因是他出现在案发现场 接着只见特务头子赵安 当着日本人的面开始推测 赵安想该怎么办事 手下冯七却突然闯进了办公室 说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卧底 牧村长官 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 我有证据证明 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 此时还不明所以的陈嘉平 下一秒却直接傻眼 冯七所说的人居然是他妻子左双桃 原来冯七当时在陈嘉平他们听后紧张起来 看来冯七这次是有备而来 接着只见他拿出一个香囊 正是目的是为了刺杀之前的山下大佐 听到冯七的叙述之后 陈嘉平和左双桃依旧气定神仙 在此时外面突然一声枪响 冯七立刻跑出去查看 看着小范的手下被杀了 而小范也不知了去想 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陈嘉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接好就会这种包扎方法 赵安见状也愣在了当场 冯七 你不是说你女朋友 将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我 是说过 那对了 你什么意思 我替江照国包扎的呗 这怎么可能 而就在此时方红男的手下进来 说 你干什么 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 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 接着在陈嘉平丢出的那一刻 左双桃趁机顶翻冯七的下巴 而陈嘉平则迅速掏枪进行射杀 此事结束之后 赵安被牧村发配到羊马场 因为冯七是他的手下 没想到赵安在羊马场居然有重大发现 男人在干活时惊奇地发现 仓库里的草舵好像动了一下 只见他 几个队 我是资料队的队长 继续干你们的活 有任何人来问 不许告诉我在这 是 我们就是来干活的 你放心 接着男人刚退回到仓库内 门口又来了一名男子 这有他的注意 紧接着他立刻掏出手枪 示意干活的二人不要说话躲到一旁 殊不知他们才是最危险的 而此时仓库内的男子也有所察觉 接着赵安帮对方捡起手枪 装作非常好心的样子 说有个亲戚是开诊所了 可以带他过去治疗一下 但起初男人的戒备心很强 直接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可他是76号的特务头子 刚刚赵安在他们言语中察觉到 这个老田大概率是地下岛 接着他就被送到一个小诊所 在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赵安就悄悄地吩咐手下 一定要看好这个老赵 这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原来赵安之前因为犯错 就被鬼子发配到马场养马 而现在这个老田孤身一人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地联系地下岛 而赵安就是要等这个机会 但赵安绝对想不到 逃跑的那个男子 其实比老田更有价值 我下班了 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 那我说下班 是 现任医生察觉到了不对劲 知道老田可能已经起疑心了 就立刻给赵安打去电话 赵安知道老田这个人非常谨慎 于是他就准备设计一场假象 他先是让医生去给老田注射麻醉药 就在要带着老田离开时 小鬼子却包围了枕嘴 老田见状不想拖累赵安 而这正是赵安要的效果 接着他们藏在角落处 等鬼子离开之后 赵安就给老田找个旅馆住下 有进展了 老田去了报社 登了一则寻起事 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 对 明明老田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 好事 准备了十一份 明天我亲自跟踪 第二天赵安假扮成卖烟的小贩 没想到真的有重大发现 来跟老田接头的居然是陈家平的上级 他人假装来到一个黑诊所智商 然后大声说他是76号的特务 然后迅速带着他逃离诊所 当老田千恩万谢的答谢时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个圈套 就他的赵安其实是76号的特务头子 接着赵安给他安排一个旅馆住下 然后让手下在外面24小时监视 第二天果然有重大发现 老田去了报社 去报社干嘛 登了一则寻起事 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 可是咱们看不懂 看不懂没有关系 封门老田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 好事 明天我亲自跟踪 第二天赵安假扮成卖烟的小贩 一路跟随老田来到一个码头之上 紧接着就有一名男子走来 装作很随意地站在老田旁边 赵安知道应该就是他没错 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料 很快老田就跟对方聊了起来 于是他立刻叫来手下 所以他才紧急于老路街头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抓获 要不然后患无穷 这是喜削 还有他的资料 后来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通知 一起伤到此事 喜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 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等我伤养好了 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接着老田又说了一些细节之后 他们就分头离开马头 而一直等待的赵安健壮 立刻示意手下分头跟上 就让手下去跟踪来街头的老路 他则回来对老田进行突击审查 而结果跟他预想的一样 地下党全都是打死也不交代 但他对此并不是很气面 因为老田是从延安过来的 所以对他而言没什么价值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街头的老路 很快手下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跟老田街头的那个中共 名叫陆有声 是东普实陆 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 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 蹲守的时候 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陈家平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 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 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 陈家平就是前夫的中共 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那如果陈家平说 他去老路店里 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烟 并不知道老路的真实身份 怎么办 还是继续监视吧 继续监视 原来老路回去之后 前夫的陈家平刚好找他 这下看来陈家平有大麻烦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左双桃 居然也跟这件事扯上了关系 因为跑掉的喜鹊是他们军统人员 所以左双桃也要找到他 女人假扮成战阶女来到酒吧 然后故意抢这里公主的生命 摊场的妈妈健壮立刻搬时 她守在楼梯口 找到那个被泼酒水的女人 假装为了刚刚的事情道歉 而且还说可以赔她衣服钱 你赔得起吗 刚刚在卫生间左双桃偶然发现 所以左双桃就将计就计 当女人发现她有很多钱后 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 而这正是左双桃要的效果 接着她就说自己想做舞女赚钱 但却只会跳一种舞蹈 所以想请求女人教教自己 那你想在哪儿去 去我家 不过地方有点小 不到五平吧 那你怎么跳舞啊 左双桃听后毫不犹豫地 这是女人家里唯一的房间 于是在跳舞的时候 她就不断将身位往门口拉动 想试图不经意间地撞开门 但女人却似乎有所察觉 不准带陌生人到家里来 但这却惹怒了女人 对着男人就是一顿诉苦 男人每次在临死之前 都会将一根香烟叼在嘴角处 接着她尸体被拉去埋的时候 恰巧被一名男子看到 而且也发现了她嘴里的香烟 接着二把刀扒开上面的干草 随手把嘴上的香烟摘掉丢到一旁 然后将硬币放在她的嘴里 等她拉车离开之后 陈家平迅速捡起地上的烟头 虽然她则迅速带人包围住茶楼 接着老陆回头一看 发现赵安的手下已经追了上来 于是陈家平直接一个急转弯 迅速开进一个巷子隐秘起来 既然现在老陆已经暴露 陈家平就让她即刻离开上海 可她自己该怎么办呢 虽然她嘴上说得云淡风轻 但老陆却非常的明白 如果这件事没有一个完美的收场 赵安是不会再放过陈家平了 除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但她却并没有说出来 接着他们像是达成了一致的想法 然后将车开到一个路边 接着老陆就离开了这里 此时的陈家平还不知道 老陆向他隐瞒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他并没有回店里 而是来到76号附近的一个电话亭 男人在临死之前 故意将香烟叼在嘴里 接着他尸体被人拉出去的时候 路过的一个男子 恰巧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他紧忙拦住拉车的小特务 说在白天拉死人很不吉利 一定要赶紧扒开尸体上盖着的杂草 随手拔掉他嘴里的烟头之后 就将一枚硬币塞进尸体嘴里 殊不知等他离开的那一刻 男子就迅速捡起地上的烟头 当看到里面的烟叶之后 他立刻找到要去街头的上级 但却还是来晚了一步 上级已经被特务头子盯上了 于是陈家平就迅速带着上级离开 你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 臭致大爷爷 没错 你的街头 都在先把他们引开 为了不让陈家平的卧底身份暴露 于是就骗他说自己现在就离开上海 可下一秒他却出现在76号门口 故意被追杀的小特务发现 紧接着在一番枪战之后 老陆的小腿不慎被击中 本来眼看就要带到人了 结果大马手突然搬着刹车 把老陆给抓走了 他为什么抓老陆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公道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 我还不知道 陈家平呢 中间跟溜一段 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 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接着赵安就开始抽自己 罗冠群见状别提有多痛快 随后他带走老陆指认的两人 直接让赵安白忙活了一场 可追尽之后 老陆却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主动出现在大街上 故意被另一伙特务抓火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特别疑惑 但很快你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 老陆被抓到76号之后 就假装交代出其他几名同志 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成功掩护队友逃离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罗冠群 接着陈家平举起手枪 眼都眉眨对着老陆连开竖枪 但老陆是 我跟他就是一伙儿了 我去雨漠书画店 就是跟他传递情报 相互接头 还有今天 陈家平现在非常的难过 但也要坚强地潜伏下去 可就在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他们本来设计的天衣无缝 让在茶馆街头的黄金明成功逃脱 可黄金明却又遭到鬼子的追杀 荒乱撞 而此时另一边的左双头 也开始了他的计划 那就是拿到喜鹊手里的东西 女人故意在酒吧 接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清洗之后 他就假装过来跟女人道歉 然后故意打开自己的钱包 露出里面随身携带的几百万 眼瞬间放光 而这正是左双头要的效果 接着他就说女人刚刚舞跳得非常好 然后带左双头回到家里教训 而左双头则不停地用眼睛扫尸房间 当发现垃圾桶里有沾血的纱布后 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没有错 于是就说明天他还继续来学跳舞 我不是跟你说过 可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 钞票老多嘞 我让你把垃圾 接着男人拿来一把手枪 很快时间来到第二天晚上 昨天是带着左双头在路边吃夜宵 然后再回家的时候 选择走另外一条黑漆漆的路 周围也已经没有了行愿 当左双头起疑的那一刻 红灵就迅速掏出手枪 红灵姐姐 可笑 他将左双头拖到一个角落处后 直接连开两枪将其杀掉 然后惊慌地回到家中 怎么样 把他杀了 怎么下了手 就像你说的 走那条小路 刹到背后开了两枪 你没骗我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处理尸体 不需要时间吗 接着等到深夜石阳睡着时 红灵就偷偷拿出一把剪刀 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吊坠剪掉后 他就立刻拿着走出门外 无料就在此时石阳突然醒了 他整个人吓得犹如惊弓之鸟 穿着拖鞋就跑到了一个废弃工厂内 原来他并没有杀了左双头 而是跟他达成了某种交易 那就是男人脖子上的吊坠 接着在红灵的带领之下 石阳来到他们街头的地点 但为了不让左双头起 他就让红灵自己先过去 而红灵则趁机插上门锁 党官现在他们军统上上下下 根本就没有真心抗日的 全都在利用植物中宝私囊 所以他的信仰动摇了 而男人用理由掩盖了过去 但特务头子总觉得有问题 因为地下党的联络信号 都是刊登在报纸上面 于是他立刻找来看门的陈秀才 说来也奇怪 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开新生报的 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特别关注新生报 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照安听后像是明白了什么 于是立刻带着今天的申报 找到叛变投靠他们的一名地下党 让他看看上面有没有接投信息 没想到还真的有所发现 那就是一则寻人启示 只有他们自己人才看得懂 接着通过黄金明的破译之后 最终得出结论 让赵安更加兴奋 看来自己一直以来的预感果然没错 陈家平就是潜伏在76号的卧底 他在第五章长蚁上还没出现 陈家平好像要走了 不对啊 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蚁下面 可能不是来接投的 他一定是 原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 目的是要找出叛变的黄金明 既然确定人在赵安的手中 陈家平到一家郊区的酒店之内 可赵安敲了半天房门却无人应答 难道是黄金明发现不对劲跑了吗 而赵安觉得应该不会 毕竟他已经无路可走 于是他们就坐在大堂等待 而这却给了陈家平机会 人偷偷将一颗光滑的钢珠 放在坐机听筒挂断的位置上 接着他假扮成酒店的服务人员 偷偷进到一个房间之内后 就迅速用里面的电话 向刚当的坐机打过去 当时 接着陈家平就拿起电话 刚巧听到特务跟黄金明说话 原来叛变的黄金明 今天提供一个情报 但特务头子却没有抓到人 因为组织已经知道黄金明叛变 所以他手里的是个假情报 目的就是要让陈家平进行除奸 而黄金明 花镜卡住了挂断的开关 所以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 想听听对方到底是谁 但在服务间里的大爷 却哼着旋律在唱歌 虽然黄金明有些疑惑 但出于职业的名字 发现对方是陈家平后 黄金明立刻给赵安打去电话 这下他算杀人之后 都会将一条毛巾放进水池里 而另一端则掉挂在水池外面 接着他打开水龙头后 迅速离开现场 很快的清水瞬间让他苏醒 当看到客厅里的死人之后 果然看到了同事卢芳芳 于是他就走进咖啡馆打招呼 殊不知刚刚的神秘女人就是卢芳芳 原来当时陈家平进酒店 要杀了叛徒黄金明 无料却反被对方打晕 他们两个不是一伙的 那卢芳芳为何要救陈家平呢 这个一问大家马上就会知道了 只见卢芳芳离开咖啡馆后 就迅速来到一个公园里 她假装用喷泉里的水洗车 等到周围无人之后 就迅速坐到长椅上面 取走卢芳芳刚刚塞的东西 重庆来人和喜鹊 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 但两人行踪为之特上火 早围捕后 各自逃散 下落不明 牧村已发出通缉令 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 找到戏卷 一物 原来卢芳芳也是前夫人员 她是最近才被唤醒的 任务和陈家平一样 其救下之后离开酒店 咱们的同志 代号为梅华寺 从今年开始 你将成为梅华寺的商机 我怎么和梅华寺取得联系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 你和梅华寺不能直接见面 街头联络 必须暗中进行 是 他们所说的梅华寺 就是潜伏在76号的陈家平 接着卢芳芳刚回到日本宪兵队 就偶然听到一个消息 那就是之前叛逃的军统特务喜鹊 她身上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幕 卢芳芳下一秒 陈家平却傻眼了 居然查到了妻子左双桃身上 因为她 于是陈家平就去跟踪妻子 只见左双桃假扮成医院里的医生 你是新来的医生 嗯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 哪里买的 我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 我还觉得她颜色太艳了呢 怎么会啊 跟你肤色 找这个医生开治疗心脏病的药 这位小姐你等一等 怎么了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谢谢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缺的线索 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人假装来到医院看病 故意将丝巾丢在一名医生脚下 见春心荡漾 接着她回到家中先迷晕丈夫 然后故意等到天黑 带上武器来到医院 那个医生看到她后欣喜若狂 左双桃则假装最近总是心慌 就在医生要给她听一听时 她来医院的前一分钟 这个神秘男子找到医生 要用十倍的价格买治疗心脏病的药 男医生听后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比她一年的薪水还要多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怎么还反复发言呢 我也不知道 你吃这瓶药 一天三次 每次一片 饭后苦用 我给你伤口再保杂处理一下 姐姐 有人把她的尸体抬走 你就来了 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 见医生始终不肯说实话 左双桃就直接上手在她身上搜 而这样左双桃眩晕昏迷 下一秒鬼子大左接到电话 原来这个医生是日本人的线人 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 带我一起去 化病施养的这个人 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人在哪里 他在我这里 但是 出了点意外 他死了 怎么死 他来我这里看病 我想控制他 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 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 处死了 蠢痛 尸体在哪里 尸体在我这里 牧村听后让他看好尸体 他现在就赶过去 原来李屋的喜鹊是被医生杀死 接着他将喜鹊的尸体拉到外面 把左双桃捆在病床上 准备等牧村走了之后 对左双桃行不轨之事 可他却不小心说漏了嘴 让牧村得知了左双桃的存在 左双桃的卧底身份也就此暴露 还好就在此时他丈夫陈家平出现 将医生和牧村杀掉之后 刚巧看到76号的二把刀来医院看病 于是陈家平设计栽赃陷害给他 让二把刀来背这个黑锅 事后左双桃向陈家平坦白一切 说他们军统在调查日本人印假钞的事情 而喜鹊身上就有重大线索 所以随后陈家平就加入他们一同调查伪钞 因为我党组织也在调查这件事 所以陈家平刚好借助军统的力量 男人每次趁着上级不在时 都会偷偷潜入进他的办公室 从两达通行证中抽出四个 可就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抽屉却突然关不上 而且上级也在此时突然回来 这让男人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可他越是着急 抽屉就越是跟他作对 哥 疼了吗 哥 等等 等等 哥 行 没事了 你去忙吧 你把小豆子弄我疼了 你得去向他道歉 他把我摔了 我跟他道歉 那也行 那你跟我回去 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哥 那这样 你跟我回去 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不用了 你回去忙吧 哥 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你也得先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宫侯带着他们进到工厂内部 他们四人则不断地观察四周 因为这里表面上是个服装厂 制造伪超的具体位置 他们还没有摸清楚 而进到厂房之内他们就发现 这里有好多的警报按钮 说明伪超工厂肯定就在这里 好陈嘉平提前看了探材 要是外面却发生了意外 相关好 你是开车的 对 来到开运饭店 多久了 没多久 一个多月 就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啊 我听说 上个星期你们的舅老板发生了车祸 撞断了一条腿 好多 下 我读一下 下 掉地上 把它吃掉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吃吃吃 好吃 好吃 谢谢长官 他们在赶到屋后的时候 对方已经拉着车不知了去向 此时陈嘉平在车轮上绑的铁丝就起到了作用 他会让车子发生剧烈的颠簸 从而暴露位置 于是他们循着声音一路跟随 很快就发现了拉车的公投 等确定他将饭送到一个仓库之后 他们就立刻回到外围的废弃工厂 计划好行动细节等到晚上出发 可下一秒陈嘉平却傻眼了 江赵国直接将他靠在车厢里 不让他参加今天的行动 但陈嘉平怎么可能坐以待地 就在他掏出铁丝响捅开手铐时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 我会等到现在 你以为 我真的会相信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 你骗得了左双头 接着陈嘉平快速离开现场 使得江赵国被鬼子当场抓获 但这却成了陈嘉平最致命的麻烦 因为鬼子居然还有 当时他们进入实用的劳工证 我们已经核验过 劳工证是真的 每一张劳工证上 都有不同的编号 追溯这个编号 我们查到 这张劳工证 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 看来这下真有大麻烦了 因为劳工证是陈嘉平从76号偷的 而这个江赵国本就贪生怕死 他大概率会供出陈嘉平 男人趁着看守的小特务不注意 偷偷拿出铁丝想捅开手铐 就把陈嘉平藏在车顶躲过一截 接着他迅速赶到任务地点 发现妻子他们遭到了埋伏 于是他就带人进行分头逃跑 没想到江赵国居然恩将仇报 幸亏陈嘉平既高一筹将他打倒 最终导致江赵国被鬼子抓获 而这却成了陈嘉平最致命的麻烦 因为江赵国为了保命 将陈嘉平给供了出来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嘉平 分明现实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日本人手上有证据 什么证据 泰河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 只有赵安吧 那可能陈嘉平偷 不重要 重点是口供 人说了 你就没有想过吗 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嘉平 再把你拖下水 而突破口就是赵安 因为劳工证是从他那里偷来的 回到家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之前 而双桃准备利用这一天 接下来的几天他通过各种人脉 很快就查到了棉纱的下落 于是他让陈嘉平的好友流畅 偷偷带人去将棉纱进行转移 然后再秘密约见赵安的手下二把刀 二把刀之所以尽心尽力的帮忙 是因为陈嘉平手中有他的把柄 很快罗冠群就得知了此事 这让他彻底慌了神 棉纱落在赵安手中是小问题 但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这件事 让他来替陈嘉平顶罪 只要他死一切隐患就都消除了 接着他设计好一切之后 就让妻子张淑云找到赵安 赵安找的那个买家 是罗冠群安排的人 很快时间来到第二天 罗冠群通知鬼子内田在半路堵截 而此时在监狱的陈嘉平也遇到了麻烦 男人在走私药品时偶然发现 路上居然有很深的车轮印 而且周围的泥土还特别的松散 这说明车上装载的人非常多 而且还是刚开过去没多久 要不然土不可能这么松散 想到这里他快步往前 赵安立刻钻进树林里面 下一秒所有手下全部被抓 带头的正是鬼子大佐内田 赵安见状明白了一切 这是有人故意要搞自己 起初他以为还有回旋的余地 毕竟只是走私一点一用的棉纱 可没想到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买家 居然自称是军统人员 说这批棉纱赵安根本没有要钱 就是免费送给他们军统的 等他再醒来时发现小腿被竹签刺穿 呼叫张淑云没有回应 反倒是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赵安听后惊得瞪大双眼 罗冠群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老婆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淑云呢 她就在我旁边 跟赵队长说句话 此时的赵安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从冠群设计的陷阱 目的就是栽赃 他是潜伏的军统 卧底红桃五 罗冠群这么做有两个目的 第一除掉赵安这个心腹大患 放了我吧 我有钱 你看这个箱子里面都是钱 这是钥匙 给 你求求你别再盗补了 树云 树云你看看箱子里 有我给你的礼物属于 这是赵队长的东西 可知道罗冠群已经癫狂 因为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接着他亲自往里面填图 直至赵安喘不上气候死亡 第二天赵安的手下得知这件事后 纷纷现在已经解决掉了赵安 下一步就是要营救陈家平了 安人故意在监狱里面打架 等到狱锦来管制的时候 偷偷放在手指上展示给队友看 让他记住钥匙上所有的细节 虽然知道了钥匙的结构 但制作材料却成了最大的阻碍 因为监狱里有很多牢门 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把钥匙 房间里的金属材料全都用光了 南家平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原来他本不在这个牢房里 但由于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预警转眼时间来到深夜十二点 对方居然偷偷地起身下床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是想约狱吧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也会知道自己的计划 而且还如此的详细 原来陈家平之前就见过男人 所以从进监狱的那天起 陈家平就不断地注意他 这做钥匙的材料呢 应该就是床上的金属荷叶吧 我说我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 一笔前几个人都聪明 不过一个人太聪明 未必是好事 他们可能丢掉的 只是眼睛和耳朵 而你可能 晚下的钥匙不见了 他知道肯定是被陈家平拿走了 于是就问他到底想干嘛 而陈家平其实并不想怎么样 他拿走钥匙只是想制约男人 在出狱之前让他不要对自己下黑手 但男人已经等不及了 明天监狱里会有一场慰问演出 是他绝佳的郁郁机会 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是被冤枉进来的 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 我跟你跑出去 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这个地方 我只见过进来的 才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别执行妄想 跟我逃出去 还有一线神迹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 你忘了最重要一点 你那几把钥匙不够 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 你没有那把钥匙 你开了再多的门 你也跑不出去 那把钥匙 其存不够在腰上 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 就在他左边的裤带里 见机得知钥匙的结构 当发现床板不行之后 绝对可以转动索性 接着王大普就开始制作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陈家平在入狱之前收到情报 此人王大普 同标师 金融专家 参与过边壁的印制和发行情报 速与组织联系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当初陈家平找到边壁铜板 那他们能否成功越狱呢 那顶级特工是如何越狱的 只见他抓起昨天吃剩的米饭 粘在特制的木棍底部 然后偷偷伸到牢房外面 取回掉落在门口的钥匙 接着他跟队友同事进行 一个放风一个开锁 只听一声清脆的嘎嘣 他们顺利打开第一道牢门 紧接着他们如法炮制 很快就来到了监狱的最外围 还好陈家平脑子比较灵光 只见他穿上鬼子的衣服 假装押送犯人到对面的牢房 即使有鬼子看到也没有在意 他明面的身份是76号的汉奸 再加上三寸不烂的巧舌如簧 那天才没有第一时间杀他 他说自己知道王大普是军统客户 所以才跟着他一起粤语 想拿到他手里的鞭臂硬盘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花吗 如果这次我能找到铜板 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了 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那王大普现在跑来 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我能找到他 谁吗 麦阳路上 麦阳路上一家飞机的游场 华阳 接着陈家平就找到王大普 正躲藏的王大普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不知道后来的事情 所以并没有太紧张 而陈家平则假装要杀了他 现在你杀的王 你也出不去 而且杀的王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那我留着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可以给你钱 又想骗我 我可以发誓 只要咱们都出去 我一定把钱给你 钱呢 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 既然如此陈家平也不再废话 他们先是躲过外面的鬼子 然后在半路设置障碍 等拉尸体的车停下时 他们就趁机爬到卡车上面 本以为可以顺利地进城 没想到城门口却有鬼子把手 而且还对尸体进行堵刀 等全部都刺了一下之后 鬼子才肯放行 还好他们当时藏在了车底 接着陈家平跟着王大浦来到一家旅馆 他说钱就放在了这里 但拿下来的却是一把手枪 没这个必要啊 你可以想 被他第一时间找到上级江兆国 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点 内部的左双桃是陈家平的妻子 女人趁着房间里的人不注意 偷偷走到沙发的茶几旁边 不知道做了什么后迅速离开 夏就立刻带人去追 而此时的女人已经钻进了树林 她本以为可以借助复杂的地形 判断出她逃跑的路线 站住 走过来 我拿到了 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 是我 那你也知道 如果把套篮交给我 这意味着什么了 知道 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我曾经丢失 现在要重新找 要曾一起走 原来左双桃是军统人员 但军统的腐败和不作为 让她对这个组织失去了信心 于是她就偷走边壁的硬盘 因为她已经知道丈夫是中共地下党 这才是她要追随的信仰 接着陈家平拿出一块硬盘 让他们二人分别带一块逃跑 这样就算被抓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下一秒她却被刘武昌发现了 这位全是我们的人 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不好意思 原来从左双桃到取编地硬盘 到她跟陈家平到这里会合 这一切都是刘武昌安排的 因为刘武昌也看不惯军统的做法 虽然陈家平拿到了钞票的硬盘 但还有另一样东西 那就是钞票纸张的配方 如果落入到鬼子手中 他们一样可以复刻出硬盘 但之前追杀的喜鹊已经死了 在她身上并没有发现配方 所以下一步陈家平要找到配方 既然现在还没什么线索 她跟妻子就先回到76号 因为她追杀王大普的这件事 已经洗清了自己是卧底的嫌疑 而罗冠群亲自过来接他们 因为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要让陈家平协助她来完成 虽然罗冠群没说到底什么事情 但从她的字里行间可以听出 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 绝对是一笔特别大的买卖 此时的陈家平还不知道 罗冠群的这次胜任 居然跟钞票配方有关系 接着罗冠群刚回到76号 而他之所以拉陈家平入伍 可能是想让陈家平背黑锅 人在案发现场惊奇的发现 却什么也没发现 罗冠群顿时陷入了深思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肯定会每时每刻带着 怎么就是他效忠的日本人 第二天他让手下给宪兵队秘密写信 说配方就在他的手中 让鬼子山下出500条小黄鱼来交换 计划开始之前 罗冠群还要拉拢一个人入伙 那就是他的好兄弟陈家平 第一陈家平的脑子好使 接着罗冠群就找到他 将所有的计划全盘拖出 陈家平听后假装很害怕 毕竟对方可是山下武夫 你让我干嘛呀 接着罗冠群疯狂地给他话 然后将行动计划告诉给他 而此时他手下几个人 趁着跟未婚夫说悄悄话时 偷偷将他的手表调慢半小时 就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再加上妻子的不断催促 男人只好走进室衣间换衣服 而妻子则趁机接起电话 对方接着身下武夫不等寒露 直接去桌上拿到那张纸条 然后迅速坐车赶往那个地址 而此时的陈家平也在狂奔 可在半路却被车撞了一下 最终导致山下比他快了一步 喂 我是山下 五分钟后 老河路 大臣皮货房对面电话亭 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 但你最后一通电话吧 打到旅班路上的电话亭 下午三点十分左右 为什么 接着山下就赶到了旅班路 罗冠群的电话也如约而至 他说等下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 让山下将装黄金的箱子丢在车上 等自己确定金条没问题后 自然会将边壁的配方交出来 虽然山下知道对方在害怕 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下一秒就有一辆黄包车经过 山下将箱子丢上去之后 立刻是一路边 接着其实陈家平也想要他手里的东西 你说你把山下少得团团转 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吧 那陈一嘛 零和两七 此时在狂奔的陈家平 在中途不慎被车撞一下 顾不上身上的疼痛 他继续奔跑 最终抢在山下之前 拿到了电话机后面的东西 虽然山下 就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释 却有人查到了他们头上 那就是76号看门的钱秀才 自从之前的牧村死了之后 鬼子那天就看上了钱秀才的能力 没想到这个钱秀才真有两把刷子 很快他就查到了点线索 他通过这么说 这信封是用牛皮芯制作的 这种纸物一胜水 是制作信封的首选 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 现在市面上的信封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 还在继续用牛皮芯纸信封的 只有为新政府公务的各个机构部门 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 只有我们太和尚了 看来我没找错人 接着那天就让他把信带回去研究 而钱秀才为了立功表现 而这将会让陈佳平和罗冠群万劫不复 人每天等到特务机关下班后 都会拿着一张照片游走在各个客室 而就在他不断地寻找时 76号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 而且直奔他所在的房间 因为左双桃刚刚在楼下时 发现特务头子的办公室亮着灯 陈佳平 佳平 罗冠群 他完了 那天已经知道了 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 他怎么知道 他安把钱就在安装调查这件事 那天还说 要让罗冠群他的手下碎尸万断 陈佳平听后知道大事不妙 罗冠群一旦在76号垮台 他跟妻子不仅不能潜伏 编辟的配方也再也拿不到了 于是他就立刻找到罗冠群 故意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 而且说得极其的严重 表面上是提醒他逃跑 实则是想套出配方在哪里 当罗冠群得知是钱秀才后 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 毕竟钱秀才只是一个看大门的 他怎么可能会调查此事呢 可就在此时电话突然响起 正是鬼子媚田打来的 说现在有一个紧急会议 让罗冠群现在立刻马上赶到宪兵队 这下他终于相信了陈佳平的话 于是赶紧让手下带着妻子先离开 他拿上贵重物品之后 也坐上了陈佳平的车 当时他拿到的是一枚袖口 刚好与罗冠群衣服上的一样 所以此时他也怀疑到了张书云 于是等马上要抵达的时候 他假装说前面突然过去两个人影 然后就下车去前面探探路 没想到还真的如他所想 护送张书云的大马勺已经死了 坏了 来晚了 佩芳肯定是被日本人打走了 当心点啊 诶 老陆 我跟了你这么久 马上就分招杨娇了 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不好说啊 接着罗冠群刚到落脚点 就被内田抓了个正着 出卖他的就是妻子张书云 而佩芳也是被他拖走了 因为张书云跟内田也有一同 最终罗冠群落得跟赵安一样的下场 所谓最独不过夫人心 赵安他们两个都是死在了张书云手中 而此时另一边的前秀才 居然又有发现 那就是同样潜伏的卢芳芳 原假装进到档案室查阅资料 用拖把抵住房门之后 他迅速打开靠墙的一个柜子 将底层的隔板拿掉后 立刻贴在墙上进行偷听 殊不知他已经暴露了 因为刚刚他在往外面搬文件时 一个盒子不慎掉在了地上 而且恰巧被一个男子听到 所以等他聚精会神的偷听时 几出管理员并没有在意 因为他知道卢芳芳进去了 但男人却不死心 于是就假装说 还听到呲啦呲啦的声音 像是在斯文箭指 没有听错 确定没有 我去看看 青山君不对 防疫方面呢 在三号本书馆这是二号的 真是麻烦 辛苦了 接着卢芳芳就走进三号档案室 而这一切都被潜似 是另一边的卢芳芳 他之所以要偷听 山下和内田的谈话 是鬼子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最近一直在策划进行中 虽然他当时听到的很少 但却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山计划 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步 地点是在一个叫新地的地 可上海地图上 却没这个地方 人在逛街市惊奇的发现 下雨天居然有人在跟踪自己 于是对方缓缓转过了身 是你 为什么跟踪我 刘队长死了 是陈嘉平杀了刘队长 不可能 陈嘉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 太天真了 刘队长怎么可能 去帮一个共产党 也被陈嘉平给骗了 即使这样左双桃 还是不相信 他不相信丈夫陈嘉平 会杀了上级 男人为了证明给他看 就带他来看刘武昌的尸体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意料 当时他跟丈夫一起逃跑时 丈夫说遇到了刘武昌 但对方却并没有为难自己 难道真是陈嘉平杀了刘武昌 还是这其中另有蹊跷呢 接着左双桃又看到刘武昌留下的信 从自理行间他可以看出 刘武昌一心向党国 当初不可能放过陈嘉平 所以此时他不得不相信这一切 于是他立刻带人埋伏在外滩公园 因为陈嘉平今天要跟他的上级街头 交接之前得到的鞭闭硬板 但左双桃绝对想不到 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很快 是那方面的人 目前还不清楚 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 或者偷情 随他们怎么想 接着他们就坐在长椅上面 假装成很亲密的样子 这让小特务产生了疑虑 怀疑卢芳不是来街头的人 所以才迟迟没有下手 怕惊动了真正的目标 陈嘉平今天本来要将铜板交给卢芳芳 但现在看来脱身才是最关键的 于是他故意亲了卢芳芳一下 让卢芳芳假装生气的离开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街头的 瞄准陈嘉平 收我气干嘛呀 他们要跑 向陈嘉平开枪 瞄准那个女的 最终卢芳芳中了一枪 枪声一响周围的小特务迅速包围过来 就在陈嘉平他们反击的时候 公园突然出现一个推婴儿车的女的 卢芳芳本以为只是路人 没想到却是伪装的军统特务 导致她不慎被击中一枪 虽然陈嘉平及时将其击毙 但女人还是拉响了车上的炸弹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陈嘉平冲进鼓里 紧接着他妻子左双桃出现在现场 等他再爬上岸已经是半小时后了 此时的卢芳芳已经死在了路边 装铜板的箱子也不见了 而且身上还插着一把尖刀 正是左双桃随身携带的那把 于是陈嘉平立刻赶回到家中 我没死 你很失望吗 你死了我更失望 为什么这么对了 你杀了刘队长 我要替他报仇 刘武昌死吧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 你杀了卢芳芳 卢芳芳死了 不是你杀的吗 接着他们没有再多言 大战一触即发 将家里打了得稀巴烂之后 他们又在大街上生死追逐 最终来到一个码头之上 左双桃直接掏出一颗手雷 让他们二人淹没在火海之中 梅花寺和红刀都已经死了 你决定 确定我亲眼所见 不出所料 他们果然自相残杀 最终同归于尽 钱秀才 你不再帮我揪出了 卢芳芳对不起横负的中共 找回了鞭臂的童板 现在 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红桃五 看来 太和尚横经理的位置 非你莫属了 原来卢芳芳是被钱秀才杀的 当他们以为真的除掉了心腹大患 殊不知此时的陈家平和左双桃 正坐在外谈边说话呢 因为他们都看出了这个阴谋 所以配合对方演了这出戏 一个钱秀才 一个江赵国 各自射军 为的就是挑唆我们两个相互参赏 献献的是 我们都选择了信任彼此 但是现在依旧不安倍 山下 卖包了卖包 隐心寒露嫁给日本富商 盛大婚礼即将举行 婚礼现场突然闯进一匹炼马 而新郎做的第一箭矢 居然是保护手里的折扇 这瞬间让新娘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她就故意推开帐篷 表面上开始进行保护 实则是让她手里的折扇掉窝 接着新娘趁着混乱捡起扇子 摸索一番之后 居然在折扇的夹层之中 发现了一枚神秘的钥匙 于是她迅速将其握在手心 然后偷偷转交给过来的马夫 就在此时新郎也发现扇子不见了 干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 不好意思各位 那个马受到了些惊吓 没伤着大家吧 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干活呢 这什么 这在寒露的帮助之下 山下放过了二把刀的这匹马 当找到隐藏的钥匙后 她知道二把刀肯定是遭遇了不测 于是她立刻将钥匙交给上级 因为他们要趁着山下结婚时 破坏鬼子蓄谋已久的阴谋 拿到钥匙的上级不敢懈怠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只见她带人伪装成工人 而陈家平不但要摧毁伪钞工厂 还要趁机刺杀山下武夫 夺回她手里的硬板和配方 要不然鬼子还可以继续制造伪钞 刺杀山下 谁去刺杀 唯一能刺杀她的人 是必须能靠近她的人 这个人只有洗脑 左双头 对 她是最适合的人去 山下虽是最大恶极 可在婚礼上刺杀的 去不是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行动 宝婆营救 刺杀山下 夺取同伴 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 差一秒都不行 我还需要一个人 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宫殿 接着他们商量好行动细节之后 陈家平和妻子左双头 就假扮成酒店里的服务人员 他们的计划之所以能够进行 是因为新娘寒露跟他们是一伙的 很快时间来到6点47分 距离行动开始还有13分钟 所有人都到了指定的位置 正是楼上201化妆间来 有人假扮成酒店里的宝洁园 然后故意到一个房门口拖地 而此时在房间里化妆的新娘 听到外面拖地的声音后 就偷偷将咖啡杯摔碎在地上 然后让助手再去帮她拿一杯 接着等助手离开之后 她就迅速跟保洁园互换衣服 可就在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突然有人打开了房门 女人见状立刻将她打晕 先让真正的新娘离开之后 就将张书云藏在柜子里 此时助手也赶了回来 于是左双头立刻拿起鲜花 盖上红盖头坐在化妆镜前 因为婚礼已经到了开始的时间 助手赶紧想到了当当 这不是张书云的扇子吗 就在她好奇地进去查看时 假扮成新娘的左双头 已经走进了婚礼现场 而在她拿着的手捧花里面 藏着一把黑洞洞的枪口 张书云 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一触即发 藏在暗中的陈家平趁着混乱 干掉山下的贴身女保镖 迅速用钥匙打开 靠在她手上的箱子 而这刚好被钱秀才看到 所有鬼子见状立刻掉转枪口 因为箱子里的东西极其重要 而此时时间也到了七点整 只听空的一声爆炸 婚礼现场在一瞬间停电 陈家平则趁机带着妻子逃脱 而山下快速找到保镖的尸体 殊不知此时的箱子已经被调包了 请记住山下拿到的箱子 等下它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此时正在逃跑的左双桃二人 就在要被鬼子追上时 刀放突然开车赶了过来 直接横在路中央挡住鬼子 用生命为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而立刻赶到地下的伪钞工厂 虽然刚刚遭到了地下党的偷袭 但只要有他手里的箱子 很快就可以恢复生产 原来鬼子要用假钞 彻底搞垮我国的经济 干掉了山下武夫 随后他们夫妻再次接到任务 而地点居然是香港 他们要在这里继续执行新的潜伏任务 新任务也太刺激了 真的太刺激了